馬來西亞第二家園 其實我真是各位朋友 我是不知道別人說什麼的 我在當時的時勢 我在馬來西亞 第二家園了解 我覺得值得玩、好玩 馬來西亞好住 這視乎介紹大家去的 馬來西亞 老實說第二家園 也不能為我賺到什麼錢 當然我介紹別人買樓 可能會有少少佣金 都是好事 好了 我真是一個開心分享的事情 到現在我認為馬來西亞是個好地方 作為退休 或者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的意思是 如果我離開香港的話 馬來西亞當然是一個熱烈考慮的地點 如果我不選馬來西亞 就只不過因為家人 我兒子要去別處讀書 那我要黏著兒子 為什麼要黏著兒子 因為我要給他身份 否則1997年後出生 他不能有個BC 為什麼對我來說馬來西亞好呢 因為我自己是營商 我覺得馬來西亞是有多機會的 但那些人說打工 那馬來西亞是否容易發展呢 那又是另一件事 對嗎 即是又是另一件事 當然他的生活的指數也算低 是 但我們純粹是用的 例如我們有海外的收入 又下車退休 就真的很冷靜 即是純粹說生活 生活真的很冷靜 那你好了 現在馬來西亞 其實由去年 我沒有記錯 2020年 3、4月左右 他突然間停了 第二家園 這次又說搞什麼旅遊部 旅遊部又說不需要什麼部 然後又說 6月會發展出來 去年 然後又說10月 然後又說今年3、4月 然後現在8月 現在就說10月 首先因為馬來西亞經歷政局的動盪 的改變 現在甚至沒有郵丁 現在連門筒也不支持 有人說你下台 但是本身官僚做事也是慢的 是 加上疫情 今天 其實我當地的朋友 昨天發了這些東西給我 昨天早上 一出來就 但他都叫我不要說 他說所有申請馬來西亞第二家園的朋友 可以再看看10月 他最正式來說是怎樣 因為現在你覺得是吹風 第二家園如果這個風是真的 那也不輪到你不等到10月 不是真的選了這個 看你10月才是怎樣的 但是我們要說一下 當初我們覺得馬來西亞很划算 以及馬來西亞 就是你的第二家園 跟現在的看法真的會有些不同 因為當時世界各地 對我們沒有這麼開放的移民 大家能夠移民拿到護照的地方不多 不要說護照 是你要永居、長居的地方 都不多 OK 第二他要求很低 譬如 總統你50歲以下的 還是60歲以下的 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50歲以下 你就算說到幾點都好 你都是擺100萬港幣 即是50萬加幣 50萬馬幣 到的錢在那裡做什麼 定期 他不是拿了你的 是定期存款 而你香港有一個大約2萬港幣 每個月進入 基本上你就已經達到那個門檻 然後你就可以帶家人 老婆、小孩、老公、小孩 這樣過去 OK 如果年紀大 50歲以上 更便宜 可能你是擺15萬馬幣 即是30萬港幣 做定期 甚至乎一年之後 你還可以拿回5萬元出來 做其他事情 其實一年後 你是擺10萬馬幣 即是20萬港幣 我覺得你全世界 是不會有這麼便宜的地方 讓你這樣拿到居留權利 於是你可以在那邊做生意 讀書等等 我兒子在那邊讀書 不過他不是用馬來西亞 第二家用我的身份 而是用學生Visa 好了 現在他再宣布 重申10月啟動 而由移民局負責處理 亦不是由旅遊報 我想大家未必有興趣聽 我講簡單 首先就是 因為他們考慮到 如果有外籍人士通過第二家園 進入我國 即是馬來西亞 可能會令到 當地人覺得生氣和擔憂 所以他們同意將第二家園的計劃 的人數定在不超過大馬公民的1% 我估計是因為第一 經過香港事件 全世界都很多想搶你香港資金的人 會不會像新加坡那樣 華人的比例又彈上去呢 我估計是他會考慮這些 你一定是 老實說 以前他做第二家園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這件事 他是想著開放給全世界 譬如有日本 有歐洲 有美國 有南韓 有香港 這樣 現在香港有這些人的事情 如果香港人都離開 華人的輪流很大 他們會考慮這件事 這個肯定是 但是我真的想說 你究竟想還不來還是不來 當年為何要新加坡先離開 都是這樣的因素 你覺得人家為何要來這裡呢 因為現在人家有英國有美國 有澳洲加拿大 台灣 那為何要來這裡呢 是吧 好了 現在明明規定 不能夠超過大馬公民的1% 大馬公民的1%是多少 3千多萬人 即是30多萬人 他用公民的可能是2千多萬人 我不知道 30多萬人 我們最初接觸第二家園這個計劃 其實是2001年 這個是現代還未離世的 我們那個國父 阿馬哈泰 即是90多歲 去年下台那個 被毛尤丁換位 他開啟出來的這個第二家園計劃 當時的目標就是要大吉隆坡 大吉隆坡的意思就是 就是要把吉隆坡人口不夠 要變成有1千萬人 現在在說吉隆坡 那吉隆坡其實現在有多少人口 800萬不夠 那你的差別是200萬 現在第二家園的 總人數是不能夠超過1% 即是30多萬 即是說他們放了大吉隆坡這個計劃 好了 那些我們不去講 當然你們不能夠犯罪 好了 以前你用第二家園計劃 你可以從來10年以來 都未去過馬來西亞都可以 現在不行 一年裡面最少要在大馬 或者在大馬居住 累計超過90天 那很多人就不行了 老師就行了 老師就行了 很多年都可以 外國收入這裡才離譜 每個月最少有4萬領吉 現在的1萬 4萬領吉即多少錢呢 八皮野港幣 我想問香港有多少人 可以符合八皮野港幣去 八皮野港幣 對 擁有最少100萬領吉的定期存款 OK 100萬領吉即是200萬 之前是100萬港幣 現在是200萬港幣 OK 不過 你可以最多拿50萬去買樓 那就是在我的個案 我有樓 也不是100萬的樓 我已經夠了 那一部分就夠了 但即使是這樣 我還要付100萬港幣 到銀行那裡 100萬港幣 還不夠 但我還有兩三百萬的樓 要這樣算 是 符合申請資格 分兩個類別 就是50歲以上 和35至49 即是說 很明顯 35至49 28歲那些 22歲那些 全部不行 嗯 為甚麼 可能真的是你所說的 是吧 當然 那些是 22歲 97之後 那些全部 嗯 長期居留證 我們以前已經簽10年 現在簽5年 然後你可以再申請延長 但你要符合申請條件 5年、10年 有時對於這些人的心願差很遠 當然差很遠 5年用甚麼 你本身 你以前競爭不大 現在 其他國家是有護照的 但你本身沒有護照 10年變5年 競爭就差很遠 如果到10月 他真的這樣出來 基本上 不用想 不用想 我最擔憂的是 我們網友買了樓 又未搞第二家園 那些就麻煩了 買了樓 而未搞第二家園 那些 那一層樓就變成去投資 就賣了 好了 新報 流動資產至少150萬領域 即是你不放進去那裏 另外自己還要有300萬 你想想 你一個人要買了500多萬新交 我是不是要去馬來西亞 我真的要買了 那些政策在這裏 那些政策在這裏 這樣才麻煩 我怎知道你下輪會不會有轉 不是 這樣才麻煩 沒有延續性 即是已經不說那裏 那些政治立場 也不說 也不說條件是否高低 你的行動出來 這麼多年 沒有動過 突然停下來 一出來是這樣的 還要拍攝舊的 然後 然後 如果拎一拎 10月出來又不是這樣 我還要拎你 還要拎你 那是怎樣 好了 證件費用 由50領域提高到500領域 那些是很小的事情 申請人的 和家屬的證件更新 證件更新 根本主申請人 根本主申請人 和家屬各籍 都必須進行和通過 安全過濾 以前是不用的 如果是這樣的 大家都很明白他的意思 很清楚 所有申請人和家屬 都要提這個良好行為證書 即是 梁文正 以前 譬如你老婆去申請 做主申請人 你老公在香港是殺人犯都可以 現在不行了 全家人都要給梁文正 不過其實這個要求就合理 這個就不奇怪 以前是否真的漏洞 是的 內政部將會和旅遊部 藝術和文化部 和旅行社 合作推廣大馬第二家庭計劃 四個部門 去推廣這個計劃 將會更加崩周 老實說 你真的要想著推廣這個計劃 就不是這樣跨這麼多部門 死定了 藝術和文化部 旅遊部都關他們的事 旅遊人寫 你本身不是一些效率很高的政府 然後你現在同一時間 有幾個部門都一起搞 我就預計不到他們的效率會怎樣 真是瘋狂的 不要緊 我馬拉的人繼續和我盯著 大家放心